毫无疗想4月2号台点太鲁阁号出轨意外事故 罹难者表达沉重的哀悼之意 花莲视频代表会5号上午在主席苏美珠 副主席李振伟的带领之下 代表会一行人是前往了花莲市立殡仪馆 为罹难者来上乡 也感谢周边没日没夜 协助事故处理的警消营社团 5号上午花莲市民代表会一行人 在听取殡葬所长陈伯新简单的现况说明后 就由主席苏美珠带队前往警行厅 为事故罹难者上乡表达沉痛的哀悼之意 关怀不要影响到救灾 今天已经是第五天 所以有一些比较记守的问题 可能大部分女都解决 我们知道了以后就召集了我们代表会的同仁 到殡仪馆来一方面关怀黄欣哲的家属 并且要谢谢这些这么辛苦的社团 我们知道这次的灾难是铁路局有史以来 大概算是最严重也是最糟糕的一次 我们在这里呢 既于上级能够多多的关怀我们东部 比较落后的一些设计工程能够多一些的关怀 代表们也在市长维嘉贤的陪同下 一一感谢在场每日每夜协助事故处理的锦销集社团 并也期盼中央能够重视东部民众的交通问题 记者 徐立晴 华联市报导